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班迪也说 没有证据显示首相批准SRC国际预先公司将一笔4200万的款项汇到他的私人户头 根据显示 首相以为所有的款项都是来自沙地王石家族早前的捐款 另外 根据朝圣基金局的网站刊登的董事部名单中 总检察长阿班迪受委为董事 而有关网站也显示 其他的董事包括乌统大会议长巴达鲁丁 以及副议长莫哈默阿兹氏 全国警察政治部总监莫哈默费兹透露 根据印尼当局进行的法证调查 其中一名印尼袭击者在雅加达发动的连环爆炸案前 曾打过一通电话到大马 警方正全力往这方向调查 不过他说 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有大马人参与其中 而据全国政治部总监阿玉汉透露 警方相信IS分子正在商讨在大马发动恐袭 目前还没有接获具体指令 另外 全国总警长考虑也证实 马来群岛单位早前发布的视频中 两名用马来语警告大马的恐怖分子是大马人 警方已确认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在去年启程到叙利亚的 针对马来群岛单位对大马的警告 总警长考虑表示 警方不会惧怕 反之将会继续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来对付极端的恐怖威胁 根据警方数据 大马过去一年有2669人在网上购物被骗 损失金额超过900万令吉 警方每天接获7到8宗有关投报 骗子主要通过社交媒体 购物网站甚至是手机聊天APP来进行诱骗 手法包括买家付钱后 卖家就不见踪影 以及购买名牌手机 却收到手机模型等等 警方距离工逮捕了255人 而发生最多网购骗案的三个州属分别是雪州 柔佛和霹雳 农的新年就快到了 国内一些银行已准备就绪 让华裔更换新钞票来分红包 丰龙银行近日起在各分行设立特别柜台 以避免民众大排长龙 而当中银行也将从27号到29号 早上9点半到下午12点半为民众提供更换新钞票服务 至于马拉雅银行除了设立柜台 也让民众自行到印有更换新钞票海报的自动提款机提出新钞 今后到此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